好,我们接着来看啊,我们之前讲这个德国统一之后呢,那欧盟本,德国自己内部也有辩论,啊,就说我们是不是要脱离欧盟,因为我们既然一加一大于二,那周边这些国家呢都相对比,跟我们比起来都比我们差太多啊,我们干嘛浪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,对不对啊,那幸好另外一个, 一派占上风,也就是说我们德国虽然一加一大于二,但是我们记取历史上的教训,啊,就是说欧洲大陆上,同学千万记住,欧洲大陆上只要是,因为我们都知道它都是小国嘛,一个比一个小嘛,对不对,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国,同学注意看,欧洲历史上只要出现一个强国, 其他国家就联手起来什么,围剿你,德国不说啦,你们说法国的拿破仑,也是很少欧洲啊,但是什么,一样啊,人家马上全部组成反法联盟啊,看到没有,所以欧洲人最害怕的就是什么,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强国啊,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,同学注意看啊,好,那德国幸好另外一派啊,占上风,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比其他国家强很多啊,但是我们还是留在欧盟里面,和其他国家一起发展啊,那当然,我们也尽量不要让他们拖得我们,让我们动弹不得嘛,对不对啊, 那但是最起码一起发展的话,欧洲大陆上不至于出现一个反德联盟啊,对不对啊,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,那但是呢,同学注意看啊,那德国统一啦,欧盟要进一步的合作,那合作的目的呢,就更往什么啊,秋吉尔讲的什么啊, 你欧洲国家要成立一个什么啊,单一国家,叫欧洲合众国,对不对,好,那当作一个单一国家的话局来讲,你要有一个政府嘛,那政府也要有他的什么啊,组织结构啊,对不对,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各方面的组织结构都要出现啊,对不对,我们之前不是讲1970年代有所谓的什么啊,欧洲议会就已经产生了嘛,对不对,那欧盟执委会, 执行委员会就等同我们台湾的行政院啊,所以同学注意看,就等于说行政,立法,诶,那个机构的雏形都出来了,那接下来呢,就是同学注意看啊,古今中外皆然啊,政府呢,同学切记,他也是由人组成的,所以他也像我们一样是会犯错的, 他不是万能的,懂老师的意思吗,那同学会讲啊,那政府犯了错,对于我有什么啊,可能侵权啦,怎么办呢,那当然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,的确很多人什么啊,他被政府侵权,然后什么啊,无谓的牺牲了,那这的确是存在的啊, 那当然大家记取教训,没有办法避免这种侵权行为的话呢,那最起码,对于被侵权的人,也要给予一定的赔偿嘛,这就是后来陆陆续续,大家所熟知的国家赔偿,相关的法律架构什么,就出来了嘛,对不对,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哦,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能力,进行所谓的国家赔偿,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,那欧盟这边呢,他在这个德国统一之后,他陆陆续续什么啊,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,那这里面呢,第一项呢,就回应了我们刚才讲的,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,只有亚洲,非洲,拉丁美洲, 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,人权才没有办法确保哦,欧美先进国家的人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被保障哦,东老师的意思吧,不要像我们一般媒体上讲的,好像只有哪个地方,好像全世界只有欧美国家之外,其他都是食人主义啊,没有这回事的,欧美国家也有什么,侵权行为,也有人权,没有被保障, 被保障的可能性,所以阿姆斯特丹条约呢,同学看了没有呢,他就特别凸显了,因为同学注意看嘛,他签订这个呢,因为德国已经统一了,那东欧这边呢,共产党瓦解了嘛,对不对,陆陆续续转型,但是同学注意看啊,转型,所谓的转型正义,要推动转型正义,对不对,那边早就在推动,但是, 推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,会产生新的不正义,听清楚了吗,同学千万不要以为,哦啊,推动转型正义以后,什么啊,诸事大吉,没有,会产生新的不正义,听懂老师的意思吗,因为所谓的转型正义,就牵扯到资源的重新分配,看到没有,资源权利的重新分配,那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,又有可能出现什么啊,新的不正义, 非正义,甚至侵权,啊,所以同学注意看,阿姆斯特丹条约这个地方呢,就有提出来啊,理解到东欧那个地方,西欧这个地方呢, 也有可能什么,东欧那个地方可能转型那,这边出了问题,有了新的非正义状况,侵权行为,那该怎么处理,那欧盟这边,阿姆斯特丹条约把它什么, 具体的做了一个大原则的规范,啊,就等于说,你们东欧这边的新政府,也不能胡搞瞎搞哦, 加转型正义之名,搞出新的什么,非正义嘛,啊,那西欧这边呢,你虽然没有什么需要太大的转型, 但是什么,你需要什么,所谓有一些什么行政革新啊,什么,有一些什么,甚至同学注意看, 有些行政机构啊,或者是一些企业的贪腐,对于什么,人,或者百姓,或者是企业的员工, 造成了什么,非正义,或者是侵权的情况嘛,对不对啊,所以什么,同学看到没有, 阿姆斯特丹条约呢,就对于这件事,大家好好的定下心来,什么,处理,啊,那, 那,我们欧盟这边要有一个一致性的大原则,来处理这件事啊,所以同学注意看,第一啊, 那第二呢,也就是说,德国统一之后,那欧盟整合加强了以后呢, 以前同学注意看,欧盟的共同政策里面,我们有提到有福利,有科学,有研究,对不对,这些, 但是那时候没有外交,对不对,所以在阿姆斯特丹条约这边呢, 才加入所谓的共同的外交,也就是说,我们欧盟的会员国是不是要一致对外啊, 对不对,那这样子我们在国际之间才会发挥影响力啊, 要不然,同学切记,欧洲是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什么,源头所在, 所以他们当然更懂得多元了,对不对,但是多元有的时候,听清楚哦, 多元有的时候很难整合,所以结果变成分裂吧, 看到没有,那多元有的时候就变成什么,一人一把号, 大家都不妥协啊,所以变成多元的另一面就是分裂啊, 所以变成说你欧盟二十几个国家,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不一样, 大家都不协调,别的不说好了,对付恐怖分子,大家的立场不一样, 那这下好了,那恐怖分子也会倒个头来利用你们这个不一样啊, 不是吗,那你怎么对付恐怖分子啊, 那同样的,大家看得很清楚的,这一次的难民政策, 一样嘛,对不对,欧盟这边主张, 要收这个难民越多越好,对不对, 哎,看到没有,东欧很多国家跳出来,就是不支持, 对不对,我跟你搞对抗,我也不支持你欧盟的什么, 接收这些难民的政策嘛,对不对, 所以不是闹得很大吗,对不对, 所以同样注意到,就是在阿姆斯特丹什么, 这个条约里面,欧盟也警觉到, 就是说我们陆陆续续,东欧的会员国也加进来, 那二十几个国家要协调出某一个政策的时间, 就会拉得很长,而且并不必然有结果, 大家各自坚持啊,就是不退让,那怎么办, 所以同样注意看,他就设计出来一个什么, 就因为,你们注意看啊, 欧盟他新的共同政策出现的时候, 他需要一段磨合期嘛,建构互信啊, 对不对啊,所以一开始都是一定要所谓的共事决, 所谓的共事决呢,就是所有的会员国, 大家什么,都同意了以后,才行动, 如果举例来讲,只要有一个国家, 对于反恐有意见,他反对票一投下去以后, 大家就不用动了,看到没有, 甚至同样应该也有注意到啊, 法国查理周刊,或者是后来陆陆续续的恐怖攻击迷失这边, 好像,同样注意看到没有, 好多欧洲国家的什么领袖, 不是走在法国的巴黎的街头上, 声援法国嘛,表示说, 我们绝对力挺你反恐嘛, 对不对, 那但是呢,同样注意看, 是口混而食不至呢, 还是你们真的支持我啊, 对不对, 好,这个反恐, 你们大家真的支持我的话, 我才可以动用欧盟的资源来反恐啊, 看到没有, 所以这个地方呢, 他也理解到, 让大家都支持, 其实真的很难, 因为你要协调二十几个国家, 等你都搞定了以后, 说不定什么, 伊斯兰国早就建国成功了, 冯老师的意思, 所以他这边设置一个, 中间这个就是什么, 你如果反对, 举例来讲, 你英国反对, 我们去攻打恐怖分子, 那但是呢, 你也理解到, 这个恐怖分子的问题, 也是必须处理啊, 对不对, 你可能只是跟我们欧盟唱反调嘛, 好,那你就不要, 不要, 不要坑气, 就什么, 你也不要投反对票, 你就弃权, 你弃权我们还是照样动啊, 因为其他国家都还同意, 还是表示共识啊, 你是没意见啊, 冯老师的意思,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, 不仅欧盟, 国际组织你们注意看, 那个会员国, 像联合国有的时候, 一百多个国家啊, 你要形成大家都同意的话, 那不知道要搞多久了嘛, 对不对啊, 所以后来国际组织, 陆陆续续什么, 就是说劝大家嘛, 就是说有些事情, 真的有时效性啊, 对不对, 你这样的沟通协调, 搞到最后什么, 你这边还没协调完了, 人家那边都已经搞定啦, 对不对啊, 所以什么, 大家就想出来就说好吧, 那就是所谓的什么, 建设性的弃权, 你这个弃权呢, 对于大家共识的形成, 是有帮助的嘛, 对你也没损失嘛, 对不对, 那你就支持吧, 但是你可能很难, 又不愿意, 我就是不支持, 好, 那你就弃权嘛, 也让我们能够运作嘛, 所以同学注意看, 建设系的弃权, 在这个阿姆斯丹条约里面就出现了, 那另外, 下面这个,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, 你要往欧洲合众国的方向走, 你有了行政院, 你有了立法院, 那你接下来, 同学注意看啊, 我们说谈这个区域合作呢, 我们一直在讲优点, 对不对, 我们说, 这个一起做贸易呀, 零关税呀, 好像都是优点, 对不对, 但是同学注意到, 有人的地方绝对是什么, 好人坏人并存, 好事坏事并存, 只是说好人多一点, 或者是好事多一点的情况之下呢, 大家就推动这相关的政策了, 不要被坏人坏事给牵制住, 对不对, 那好, 那但是还是有坏人坏, 坏人还有坏的事情, 让大家可能什么, 好人好事无法出现啊, 对不对啊, 所以也要处理这一块, 不是不处理这一块啊, 所以什么, 阿姆斯特兰条约, 这个同学注意看, 下面啊, 也就是什么, 司法, 还有内政, 这方面呢, 大家要开始合作, 所以就变成什么, 在阿姆斯特兰条约这个地方呢, 欧盟就已经形成了什么, 行政单位也有了, 立法单位, 欧洲议会也有了, 司法单位呢, 这边就出现了, 内政和司法是结合的嘛, 对不对, 举例来讲, 我们这个, 看到这个难民政策, 难民,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, 他就什么, 有些他其实就是什么, 要去英国,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, 英国打工的机会多, 但是欧洲大陆什么啊, 薪资高, 但是比较难找到工作, 所以你们看, 这一回有些难民什么, 他想尽办法, 宁愿到法国那地方, 爬那个欧洲之心的那个铁轨, 还有那个火车, 那个上头, 他爬在那上面, 他也要去英国,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, 英国比较容易找工作, 但是欧洲大陆的薪资比较高, 看到没有, 那这个时候什么, 同学注意看, 当时就牵扯到一个问题, 在内政上深耕条约, 这所谓深耕条约呢, 就是回应我们之前讲的什么, 大家市场都要打开嘛, 关税要降低嘛, 对不对, 那关税要降低, 同学注意看, 你要能够提高生产力的话呢, 不仅要人力资源, 货物, 资金, 各方面都要自由流通嘛, 对不对啊,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啊, 现阶段, 你愿意开放到这种程度, 特别在人员这方面的自由流通呢, 就要签订这个深耕条约, 你要参加, 这才表示你的边界对于其他会员国什么, 也开放, 所以不是理所当然的开放啊, 所以同学注意看, 欧盟28个, 现在英国如果出去的话就27个了吧, 对不对啊, 27个会员国, 有没有, 有些会员国是没有参加这个的哦, 就是英国就没有参加, 看到没有, 所以同学注意看, 我们台湾不是前几年, 老师之前应该也有提到过, 有观光客, 他去欧盟旅游, 去完了以后呢, 他坐飞机想说去英国旅游, 就坐了飞机到英国就被抓住什么, 英国的海关把他扣起来了, 打马欺负人啊, 什么又中共迫害啊, 什么他什么都来了, 同学注意看啦, 什么理由都不是我们这边什么媒体上讲的, 唯一这个理由同学切记, 就是英国虽然是欧盟会员国, 但是他就没签, 所以这一次公投里面, 有一些英国人的观点就是什么, 我们没有签这个, 表示其他会员国的人, 跑到我们国家来, 还是要经过我们英国的什么, 类似我们台湾的移民署, 或警政单位的什么, 审核一关一关审核的, 你过了才能什么, 进到我们英国来, 对不对, 那你现在欧盟为了解决这个难民政策, 你都不管这些, 你就分配给我那么多难民, 叫我收, 我不愿意, 看到没有, 这就是当时有一些人投什么, 退出欧盟的一个重要理由之一, 就在这个地方, 申根条约, 那同学注意看啊, 那我们是非欧盟的, 对不对, 那我们去那边旅游, 同学注意啊, 你从你可以, 我们跟这个欧盟现在有协定嘛, 对不对, 去欧盟好像90天之内是免签的嘛, 对不对, 那但是这个90天同学切记哦, 是现在什么, 申根条约, 这节会员国里面哦, 所以你去英国照样会被抓, 你在机场你就会被抓了, 董老师的意思吧, 你没有签证, 你凭什么来啊, 看到没有, 你就印象闯关, 对不起, 我就把你抓起来, 董老师的意思吧, 关键就是这个, 申根条约, 这是人员的什么, 会员国的人员的自由流通, 那非会员国呢, 因为你什么, 你先从申根协定相关会员国先进来的, 所以你进到其他的申根协定国家, 也就不用, 也就同样免签啊, 董老师的意思, 听清楚了没有, 同学注意看, 如果你先去英国, 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什么, 跟欧盟有这个协定嘛, 所以90天, 你先去英国, 因为你在台湾你要办去英国的相关的证照嘛, 去完了英国, 你再进欧盟, 但是也要从拥有申根签约的会员国里面, 某一个国家进去, 才90天免签啊, 你这90天里面, 当然可以什么, 在这签了申根协定的国家里面到处跑, 免签, 听清楚了, 这还是有区隔的哦, 因为欧盟会员国里面, 就是有国家没有参加这个协定, 所以你去那些国家, 你还是要办手续的, 听清楚了没, 所以同学可以看得到, 就是说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呢, 是一个步骤, 一个步骤来的, 不是说每个国家什么, 都很容易很快的说服他的老百姓, 你就接受吧, 没那么容易的哦,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, 好, 有没有不清楚的啊, 好, 接着我们再来看啊, 我们之前就有介绍, 欧盟他在1970年代, 他不就是有成立议会吗, 甚至那个时候什么, 就是老百姓大家直接投票选举产生, 那但是呢, 同学注意看, 他的议会呢, 对于很多立法的相关的权利呢, 那个时候刚开始还没有, 甚至对于什么, 人欧盟的重要的什么, 人事任命呢, 他没有同意权, 所以变成说虽然有这个立法机构, 但是他的权限还不够完备, 啊, 局来讲, 对于重大的人事任命, 他没有同意权, 那还有相关的什么, 预算的审核, 是不是够彻底, 有完全的他什么, 同学注意看啊, 所谓议会民主体制国家, 议会常态之下, 其实权利, 大概就是在审核一些相关法案嘛, 对不对, 那但是你还要跟行政单位折冲, 所以你也未必是真正百分之百, 独享立法权, 因为提案权在行政单位, 如果行政单位不提, 你不能自己什么, 主动立法哦, 那所以议会最重要的权利, 就显现着, 最有威力的权利啦, 就显现在你的预算审核, 也就是说政府下一年要花多少钱, 花在哪些项目, 就是你决定了, 那你这时候真的很威风啊, 对, 你不给他钱, 他就动弹不得啊, 同学有没有印象, 这个, 美国大概前几年吧, 冬天, 圣诞节过后, 美国的什么, 政府, 所有的政府官员, 是不是放无薪假, 就是什么, 前几年啊, 你们应该都已经出生了吧, 对不对, 美国政府就行政立法两大单位大斗法嘛, 斗争嘛, 结果什么, 美国国会就是不支持欧巴马政府嘛, 所以什么, 他就给你预算给你冻结啊, 不拨款啊, 让你没钱, 没钱发薪水啊, 看到没有,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这种, 不要以为这种事只发生在企业里面, 不发薪水的事, 在美国已经出现什么, 你在, 你是公务员, 你都拿不到薪水啊, 这就是议会的权利, 在审核预算上面的这个绝对的权利, 董老师的意思吧, 那这个权利呢, 欧洲议会, 那个时候, 1970年代, 没有这个权利, 或者是说, 他只有沟通协调的权利, 没有说, 哇, 完全给你否决掉, 让你动弹不得的那个权利, 那个时候没有, 那但是呢, 阿姆斯坦条约, 同学注意看呢, 也就是说, 大家理解到, 你真正从这么多国家, 要往一个欧洲合众国方向来发展, 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呢, 是很难的嘛, 对不对, 大家会害怕啊, 局里来讲, 那德国, 我从一个国家变成一个省, 法国一样啊, 如果欧洲共和国成立了以后, 法国也变成一个省啦, 那比利时务申保就更不用说啦, 怎么这些全都变成省啦, 新的国家产生啦, 对不对, 所以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没办法的, 对不对, 甚至同学应该也有注意到吧, 这几天欧盟和加拿大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, 全部都谈好了, 居然什么, 被比利时的一个地方议会什么, 否决了, 就动弹不得啊, 那为什么地方议会突然权力变这么大了呢, 源头就先从阿姆斯特兰条约开始, 因为大家了解到, 就是说你陆陆续续要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呢, 你最好什么, 让老百姓能够全力支持, 那你让他放心支持的情况之下呢, 你也要给他一点什么, 权力啊, 让他觉得说, 不是大家把我什么拉走, 我就完全手中什么都没有, 那这样子对他来讲他害怕呀, 对不对啊, 所以什么, 同学看了没有, 这个时候呢, 他就先提到, 就说诶, 这个欧洲议会啊, 因为欧洲议会既然是老百姓直接投票权举产生的嘛, 对不对啊, 所以呢, 这个欧洲议会的权力应该要扩大, 怎么个扩大法呢, 也就是说, 欧洲议会还有什么, 所谓的部长理事会呢, 大概就是什么, 我们台湾所说的什么, 各个部长, 经济部长, 教育部长, 国防部长, 只是说他这个部长理事会开会的时候, 经济议题的话呢, 就是所有会员国的经济部长来, 如果是教育问题的话, 所有的什么教育部长过来, 东老师的意思吧, 所以呢, 就等于说, 你这个部长呢, 理事会呢, 以前大家就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, 我们28个人说了算, 对不对, 那现在呢, 阿姆斯特兰条约就要求什么, 议会的代表, 也要什么, 进来, 看到没有, 大家什么, 除了对于相关政策什么, 议会在政策的讨论的过程中, 民意代表了什么, 影响力就先进来, 或最起码你要让他听到, 你们在谈什么, 你们要决定什么, 在这个过程中, 就已经先让民意什么, 有所理解, 那当然不能是所有的欧盟的老百姓, 都跑这个会议场合去啊, 那当然也有困难嘛, 所以就是你们选出来的代表啊, 欧洲议会的什么, 派人过来嘛, 对不对啊, 所以同意看到没有, 也就是说, 哎, 你可以什么, 在那个时刻就参与啦, 那好, 那现在走到今天呢, 就是说不仅政策的参与, 连这个什么, 这个执委会, 这个主席, 就等同我们台湾的行政院长, 他的任命呢, 都要议会同意, 看到没有, 所以什么, 现在已经开始这么做了, 所以他就有高度的民意基础嘛, 对不对, 所以你一般的老百姓也不能什么, 动不动走上街头说你没有参与哦, 董老师的意思, 那但是为什么, 阿姆斯坦条约什么, 这个时间点还走到这样子, 那后来我们会再介绍, 李斯本条约, 李斯本条约就规定的更细了, 连地方议会, 刚才同意看到没有, 这边是欧洲议会啊, 连地方议会后来都纳进来的情况之下, 透过不同的管道来表达意见, 他有一定程度的否决权, 所以这一次什么, 就是比例时什么, 同学注意看啊, 我们在台湾, 或者说我们在亚洲不觉得, 但是在欧洲, 因为欧美国家常常说, 哎呀, 好像批评我们什么意识形态在作祟呀, 什么的, 其实同学注意看, 他们自己才更是意识形态主导, 或者是说他们自己的一些文明背景, 举例来讲, 甚至古都不说啦, 最近什么, 你比例时什么, 一个地方, 就是这个首都布鲁塞尔, 还有周边的Valonia, 这个什么, 法语区的这个议会呢, 投票反对, 为什么呢, 因为同学注意看, 这就是老师在这一学期, 第一堂课就提到过, 欧洲什么, 后来他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个文明影响区嘛, 那天主教文化影响区呢, 不是说完全没有工业, 大概还是以农业为主, 那基督教文化影响区呢, 就是新教为主嘛, 那这个地方呢, 大概什么, 高科技呀, 经济活动呀, 是比较活络的, 所以在比利时, 或者是整个欧洲, 你们注意看, 天主教信徒比较多的地方, 老师不敢说没有重工业, 也有, 但是农业居多, 所以什么, 他们这一批人是比较反对开放市场的, 那比利时这个Valonia这个地方议会, 为什么投票反对欧盟和加拿大签订自由贸易协定, 就是因为他的农业为主嘛, 农业畜牧业为主是弱势啊, 他害怕呀, 看到没有, 所以他投票反对呀, 那一反对以后, 就造成什么, 欧盟的什么, 动弹不得啊, 就加拿大也很火, 讲说你们这个欧盟, 是耍我是不是啊, 我们都已经谈好了, 在谈判的过程中, 我加拿大该让的也让啦, 你们欧盟怎么还不满意, 对不对, 给我到最后来这么一下子, 那欧盟呢, 这就是老实刚讲的, 基督教文化影响区里面, 高科技这经贸比较活络的地方呢, 也对这个地方呢, 施加强大的压力, 也就是你们这几个人胡搞瞎搞, 就把我们欧盟整个给什么, 翻盘了, 那我们还要不要发展啦, 看到没有, 所以同学注意看, 现在就面临,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里面, 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, 就是什么啊, 有些产业是强势的, 有些产业别是弱势的, 那怎么调和强弱之间的利益, 每一个地区不一样, 那当然在庞达的压力之下什么啊, 这个议会什么, 同意什么, 建设性的期权, 我也不收回来, 那我收回来, 我不是自打耳光吗, 对不对, 我明明都投票反对啊, 对不对, 那结果你们现在叫我收回来, 那我叫我宴回去, 我是做不到, 那但是什么, 我只好什么, 那当然欧盟, 同意注意看了, 欧盟以后一定会什么, 多给他们一点补贴啦, 对不对, 好嘛, 那这样子怎么样, 我最低优先得不到, 我退而求其次, 第二优先好了, 那也回应你们什么, 所以这两天同意建设性的期权, 看到没有, 所以同意注意看, 源头陆陆续续在这个地方, 就已经出来了, 因为大家已经理解到, 一定以后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出来嘛, 对不对, 大家各自想各自的利益啊, 所以同意注意看啊, 老师提这一个重点就是什么, 宗教文化在, 宗教在我们这个地方呢, 或说在我们东亚, 或者是整个亚洲, 对于经贸活动的影响力呢, 没有像在欧洲这么大, 所以欧洲其实你们注意看, 甚至你们注意看啊, 老师之前讲的西班牙的番茄结, 番茄都已经盛产过多嘛, 才会拿番茄到处打人啊, 对就是你已经生产过多了, 你为什么不停啊, 对不对, 换一点调一点你的产业结构嘛, 但是同意注意看啊, 老师讲说, 哎呀你们就调产业结构吧, 没有那么简单, 说话容易, 为什么, 一样西班牙是什么, 天主教文化影响区, 他们接受科技的什么, 也接受, 不是不接受, 也接受, 但是接受科技的什么, 时间还有意愿, 相对于新教国家来讲呢, 慢一点也弱一点嘛, 所以造成你还是农业比较强势嘛, 对不对, 农业畜牧业啊, 对不对啊, 所以在整个欧盟里面, 现在就变成什么, 新教国家和什么, 天主教, 天主教还有这个基督教, 新教旧教国家在经济活动领域上面, 什么也是有明显的什么特色的哦, 这个情况啊, 所以呢, 好, 那现在这个名义当然都要顾到嘛, 对不对啊, 所以这个行政院长, 就是欧盟执委会的任命呢, 要经由什么, 欧洲一会, 这个是最近这, 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推动的, 那上一次呢, 因为一刚开始, 大家也还在学习中, 所以呢, 也不敢轻言什么, 就是砍掉哪一个, 我们否决你当行政院长, 因为我们知道, 那么高阶的人才的培养, 不是一天就能够培养的, 没有那么多人让大家看, 没有那么多人让大家喊说下台, 不可能的, 所以以前你刚开始呢, 第一届, 开始运作这个权力的时候呢, 他们, 他们也很有政治智慧了, 也就是说你, 你罗马尼亚派来的一个什么, 已经被欧盟, 任命说要让他当什么, 行政院里面某一个部长, 就欧洲议会后来得到讯息什么, 说他在罗马尼亚, 他自己的国家, 他是个大贪污, 无法接受, 对不对, 但是大家也不轻言动用否决权嘛, 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组织, 还是稳定性, 还是很重要啊, 对不对, 所以大家采取的办法, 就是事先劝退, 你自己弃权, 让罗马尼亚重新派一个来, 对不对,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啦, 你说这个罗马尼亚这个国家, 是不是太差劲了, 派了一个大贪污的来, 同学注意看, 这反映的什么, 不是说这个国家什么, 好像都没人不贪污了, 不是这个意思, 而是说,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, 刚才讲到什么, 转型正义啊什么的, 所以同学注意看, 转型的过程中, 这就是老师讲的嘛, 并不必然出现正义哦, 它出现的可能是非正义哦, 国家总体资源, 又被某些人给什么, 控制住啦, 对不对, 那这个罗马尼亚派出来的这个人呢, 就是转型正义之下的超级获益者嘛, 对不对, 那罗马尼亚的老百姓什么, 都没办法把他拉下来啊, 所以到最后什么, 就靠欧盟把劝退呀, 看到没有, 你如果不, 你如果, 就等于说我们现在把你劝退,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, 我们公开什么, 行使否决权, 对于你个人, 还有你所代表的国家, 是不是都是一个伤害啊, 对不对, 所以透过协调的办法劝他嘛, 所以他当然后来他也知道大事难以挽回嘛, 你的贪污的证据人家都拿到了, 那你还要怎样啊, 对不对, 所以是第一次动用, 没有动用否决权, 但是第一次让什么, 行政院里面某一个部长呢, 当不了部长,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, 方法很多, 但是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, 好, 有没有不清楚的, 因为同学注意看嘛, 因为罗马尼亚的老百姓也不满意啊, 对不对, 什么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大贪污的人, 都可以什么节节高升, 不仅在国内高升, 还高升到欧盟去了, 那他当然也不满意嘛, 对不对,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, 就是说, 你还是要回应老百姓的什么, 合理的诉求啊, 对不对,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中间的啊, 那接下来呢, 这就是现在全世界什么啊, 都面临到的问题, 那欧盟在那个时期呢, 就已经注意到了, 为什么这么讲呢, 因为我们说东欧共党国家瓦解, 那你就不能指望, 转型正义在每个国家都成功嘛, 对不对, 那不成功的情况之下, 而且转型正义, 就算成功要能够确保的话呢,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嘛, 那这个时候呢, 恐怕什么, 即便是在这个过程中, 可能很多老百姓他已经不耐了嘛, 他就想说, 那我去西欧啊, 反正签订申跟协定啦, 我就跑过去了啊, 我到那边去求职啊, 我不待在家乡啦, 对不对, 好, 那这个时候就面临到什么, 同学注意看啊, 对于整个欧盟来讲, 我这么陆陆续续, 整合28个国家, 对不对, 那28个国家里面的, 我希望是什么, 能够平均发展, 对不对, 那如果说东欧那边的人, 大部分的往西欧这边跑, 那西欧这边变得什么, 人口过多, 然后东欧这边没有什么人的情况之下,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地方什么, 发展不够平均的一个状况啊, 对不对, 所以欧盟呢, 他为了要让东欧这边的老百姓, 其实同学注意看嘛, 不仅东欧, 英国也一样啊, 其实英国老早就出问题了, 英国的年轻人, 在自己国家也找不到工作啊, 那为什么没有那么凸显出来,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 就是什么, 来, 你觉得英国的年轻人, 为什么不走旺街头啊, 抗争找不到工作, 社会福利比较好啊, 社会福利比较好啊, 那么多人没有工作啊, 但就没有缴税哦, 政府的税收也减少哦, 政府怎么有钱来做社会福利呢, 所以同学, 千万不要以为社会福利是凭空而降的哦, 你我有没有缴税, 决定了政府能不能做社会福利, 能不能有老人年金, 国民年金, 还有什么啊, 健保, 没有缴税这些全垮, 对不对, 如果一个国家, 一个世代里面很多人都没有工作, 意味着什么, 对于政府来讲什么, 一个世代里面很多人是不缴税的, 那他的税收减少, 那他的什么, 可以编列的预算也减少啊, 不是吗, 所以同学注意看,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, 其实都非常害怕自己国家的什么, 失业率过高, 看到没有, 因为失业的人越多, 缴税的人越少嘛, 对不对, 这是一体两面啊, 对不对, 所以回应你刚刚的这个情况呢, 就是什么, 英国年轻人早就在自己英国什么, 找工作很困难了, 那但是他们没有走上街头抗争, 是因为他们有了别的选择, 就是什么, 你还留在家乡吗, 哪里呢, 对不对, 非常好, 你就不可能继续待在你的家乡啦, 对不对, 所以他有一个什么, 替代方案, 他就去别的欧洲, 欧盟会员国啦, 不是吗, 对, 我去别的地方找工作, 别的地方读书啊, 对不对, 那就是在欧盟会员国, 所以同学注意看, 英国退出欧盟, 对于英国的年轻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哦, 就业, 之前的求学, 就业, 重创英国年轻人啊, 所以英国的年轻人在公投结束之后, 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说, 对于他们的老年人, 中老年人, 你们对于外国人的仇恨了什么, 超过对于我们的爱啊, 你们不管我们的死活, 就是为了你心中偷恨这些什么, 外国人啊, 你就投下什么, 退出欧盟的票, 那你不管管我们的死活啊, 对不对, 我英国的年轻人, 这么多年轻人是靠欧盟, 在欧盟求学, 拿欧盟的奖学金, 因为父母已经没有能力提供啊, 就申请欧盟的奖学金嘛, 你注意看, 欧盟的奖学金你一旦申请到, 那绝对够用的啊, 他不是只给你一块两块啊, 董老师的意思, 那甚至什么, 那你在那边念完书以后, 你就在那边找工作啊, 对不对, 所以英国年轻人其实什么, 早就出问题了, 只是说为什么不会在国际之间, 引起那么大的关注, 就是什么, 他有一个替代的欧盟的市场嘛, 让他有可以就业嘛, 不管这个工作好, 或者是薪水高, 或者是低, 但是你最起码你就有这个机会嘛, 对不对,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, 好, 好,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, 好,